早晨各位,今天是4月19日,長假期結束,重新服侍 在週末有很多事發生的,我們可以詳細看看,準備了投影片給大家看看 好,我想先提醒大家,記得今天的分享都是一些參考用途,並非投資建議 大家如果有任何投資問題,請教你的投資顧問 當然中國這邊有經濟數據和降準,這些消息我們可以稍後看 在此之前,先看一些,我覺得很值得關注,接下來對於通脹會影響的數據 首先你看到的數據是玉米期貨 可能我先分享給大家 玉米期貨其實是去到一個新高的 這個新高的位置 2012年以來的新高,其實未正是一個記錄高,但都接近一個記錄高 你如果看看玉米期貨,如果看2012年是8490的位置 就是8.49美元一個普適宜,現在就8.174美元一個普適宜 那你見到這些農產的價格升了上去,其實主要原因很明顯就是因為 俄羅斯和烏克蘭方面的地緣政治的影響 那麼這個影響了什麼呢,玉米呢 其實就不單止是人食的 你還有其實是一些資料來的 那還有就是,它也會牽涉到一些肥料的價格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整個食物的供應鏈 其實都會抽了上去的那個價格 從而就會影響著那個通脹,現在中國的通脹仍然相對溫和 就是in terms of CPI 你說這些物價是不是就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向上呢 其實就供應鏈都明顯受了的了 但是中國的CPI的結構主要都是豬肉和這個菜的價格 所以你未見到CPI那裏顯現到 這個也為政策當局提供一些 做政策的空間在這裏,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的通脹持續向上呢 你是會有機會影響社會穩定的 也都有機會影響了 就是決策當局做一些決策的空間 就是他放水的力度可能會沒有這麼大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本來的經濟已經是有少許脆弱的情況之下 相對不利的 這個就是美國十年期國債 但是你明顯看到的 市場預期未來的息口會持續升上去 所以你見到債息也是抽到一個挺高的水平的了 那麼這個趨勢似乎都還會持續的 當然有機會去回一回 但是你回到2.7%我自己看 都是會繼續向上的了 因為其實你看到美聯儲的布拉德 本身也是鷹派來的 聖路易斯銀行行長本身也是鷹派來的 他說不排除一次過加息0.75厘 其實是一個相當進取的步伐 那麼他也會重申這件事就是 支持一個3.5厘的水平的息率 那麼他覺得這個比較進取的步伐才可以應對到通脹的情況 那麼我們如果參考這個美聯儲的聯邦基金利率的點陣 就是一些官員如何預測利率的走勢 黃色這些點點就是他們的預測 你看到今年最多 就估計1.75厘左右 去到年底的時候 那麼當然了 大家都相信 白色其實是一個利率期貨 利率期貨就是市場如何估計利率 那麼他們都估計利率 可能去到2厘左右 那麼 這方面其實我想 大家都看到 市場對利率的 預期越來越偏偏的 但是呢 市場是沒有看到2023年 就是繼續是 去到一個比較鷹派的情況 可能去到2厘半 或者甚至乎更高的水平 而聯儲局的官員就已經在看 就是看這件事 就是你可以預計 他們有少少報復性加息的情況 以往就一直是編夾的 這個聯儲局 但是 因為那個通脹實在太失控了 那麼所以呢 他們是迫著 是需要是一個比較進取的部分去加息 這個情況 過分搖擺的一些政策 其實對於經濟來說是很不利的 未來美國的經濟 當然這一刻很強勁 就業市場相當之好 但是 你說去到2023年2024年的時候 通脹照計很難回落 而加息的部分 緊縮的部分 也都會持續下去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就會對經濟有一個負面的影響 我都三番四次在這裡說了 就是 一個利率政策 其實應該是針對經濟過熱 而不是去針對一個 通脹過熱的 單單是通脹過熱 你用一個很高很高的利率 其實你應對不到的 因為你現在的通脹 基本上都是源於 供應鏈的管理問題 好了 這樣的情況 對於我們其實有什麼影響呢 你看到呢 其實 我還有一個圖給大家看 這個圖就是中國雜誠電腦的出產 如果你說參考這個圖 中國三月份的IC 即是一些雜誠電腦 我們理解為芯片 它的產量 就是三年以來首次下跌的 如果你說總計回整個Q1 三年以來首次下跌的 OK 跌幅不是很大 單單是三月跌了5.1% 比去年同期 其實也不是說真的跌得很厲害 當然 但是 我們會看到那個向上的趨勢 有一點點放緩的情況 甚至乎有機會逆轉 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一些 電子消費品的需求減弱 第二就是上海防疫影響供應鏈 這個三月的數據就會去到 四月其實那個影響 相信是會更加大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整條供應鏈的受阻 其實你的燃後效應 是有機會去到年底 就會令到通脹加劇 而央行或者一些行政當局 要推出一些緊縮的政策 行政措施或者貨幣政策 去應對著超級的通脹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會對經濟有很大的負面影響 這個其實已經會影響著港股 以致是整體投資市場 所以我想大家要小心點 現在港股 其實我錄這條片這一刻 就未開始 但是你看到整個走勢 保利加通道在收窄 保利加通道收窄 未必是一件好事 他是有機會向上也有機會向下突破 而我自己會覺得向下突破的機會比較大 小心點 我自己就相信 第二季的低位有機會比第一季更加低 所以就調整一下自己的持倉 不要過分進取 今天這條片我會來到這裡 我想我們下次錄的影片 就是星期四的時候 再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些宏觀的角度 去看看投資市場有什麼啟示 那 õ